2004年的一天晚上 英国曼测斯特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面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实验 两名小学生突破重重阻碍 潜入到戒备森严的纳米实验室 然后从文具盒里面掏出了自己的铅笔 开始用透明胶带 一点一点的粘掉笔芯上面的石墨 于是石墨系就诞生了 啊 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做这场奇怪实验的是 两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 而获奖的原因正是来自这个 看起来只会是小孩子在打发无聊上课时间时 才会干的事 说实话 我以前也干过 哎 但怎么就没有见分离出石墨系来呢 可能是我的手法不太对吧 而这两位科学家的无聊行为却最终获得了回报 他们分离出了单原子石墨膜 这是一种比刚结实200倍 重量却只有它的六分之一的 极其优良的导体 从发现的那一刻起就被誉为是工业盛品 关于它的优点人们已经讨论太多了 我也就不需要再去讲什么了 今天想讲的是一个可能比石墨烯还要更厉害的新材料 锡锡 它究竟有什么厉害的 我是百科学书火箭书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锡锡又叫做单层锡原子 它跟石墨烯相似的地方在于 都拥有单层的原子结构 实际上就连锡锡这个名字也来自于锡与石墨烯的组合 它有两点值得我们来说一说 第一点就是它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在计算机芯片工作温度下 以100%的效率导电的材料 也就是类似于士文超导 第二点是发现这种新材料的是一位华人科学家 而参与到这种新材料的研究制备的 是很多的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科研院校 包括清华大学 中科大和上海交大等等 可以说如果在石墨烯身上还很难找到中国基因的话 那么在锡锡身上就到处都是中国的基因了 锡锡是一种被称为托普绝缘体的特殊材料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劝退的意思 但大家其实也不必去真的搞懂它背后的意思 我们只需要知道这种材料只会在其外部边缘或者是表面来导电 内部则是完全绝缘的 当托普绝缘体只是一个原子厚度时 它们的边缘导电率会达到100% 也就是实现了零电阻 这些不同寻常的性质是由材料当中重原子的电子与原子核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造成的 用一句通俗的比喻来解释就是 由于这样的相互作用 它们迫使电子在没有任何速度限制的特定车道上移动 就像是德国的高速公路上一样 而只要是在这些位于材料边缘或者是表面的高速公路上行驶 电子就不会遇到任何的阻力 既不限速又没阻力 电子也只好放回自我了 所以西西虽然不是室温超导体但却跟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它可以用来替换电路板晶体管中的硅 使处理器的功耗和发热显著降低 下一个科技升低可能就不是硅谷而是锡谷了 另外西西的二维超导特性还有可能跟它的托普性质结合起来 成为一个托普超导体 然后借助超导态下的稳定电子配对和量子相干效应 更好的实现容错托普计算提升能效比实用性和运算速度 帮助打造出新一代的量子计算机 很激动吧 但这些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因为它是一个偏基础科学的研究 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 从计算机模拟来到显示面前 过程是很漫长的 只是按照其中一位参与研究西西的物理学家的话来说 这就像人类登月一样 迈出第一步是最关键的 既然这一步已经有了 未来的一大步还圆吗 而且迈出脚步的还有这么多踏实有勤奋的中国科学家呢 我们共同期待就好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